这事都有责任的 你有没有责任 你把那个房东安安安安安 进去买我爹得特别的东西了 你要不要去 因为他说身体又气臭了 都喝起来这样的 这个人看哈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情 还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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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什么社交责任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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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怎么样 说说说说报家警是要负法的责任的 这个110就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资源 你说一句救命 那我们都来问你 真正也问你谁就管他了 这是不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啊 是不知道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给你送一本这个青少年法律知识图本 我再送你到世界来希望你好好学习 到底一定要同时说情况 电话挂中我们肯着急 电话一直联系不通的 真正有困难需要检查过方案 我觉得叔叔一定会非常容易 好好学习 这句以后加入我们的官员 对我好不好 1月4日后在阳术那天 女儿和爸爸在一起给你四四天后回家 妈妈看到女儿的新发型后 截止惊呆了 被爸爸带了四四天的女儿 头发砸了 妈妈说回来过后帮女儿洗了一个多小时 用了真正一拼发墨 还是没有洗损 妈妈还说爸爸平时独自带娃娃 一两天还挺好的 这次可能是时间太长了 这旷野的大蝴蝶结 不晓得了还以为是流浪归来的 我太难了 1月4日新疆阿勒泰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降雪天 一小男孩上演社会性死亡现场 报警的路人告诉消防员 回家路上发现小孩一直在哭 走近才发现小孩舌头被粘在灯柱上了 消防员随后用温水将舌头分离 并将孩子送回了家 那个一个电线杆上的那个手头吧 可能好奇一天 把它冻住了 然后害怕了 就是家传一下路的那个安全路 才只有那个宣传嘛 小朋友你住在哪里呢 住在家里啊 我妈妈是拿快递的 她说她妈妈是去拿快递的 跟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怎么不跟你妈妈在一起啊 她妈妈是骑电瓶车 然后往那边走的 这条小路这边过去了 你怎么回来了啊 那你这个妈妈我可以正式的啊 小孩子都在家里走的 没那么多话就是 我看你要在家里了 对那是要去教育你了 近日在浙江杭州 一位十岁的女孩报警称 看到一个小朋友独自在街上很危险 民警到达现场后 沿街询问把孩子安全送回了家 原来小朋友的妈妈在拿完快递后 又赶着回家做菜 到家之后才反应过来 小孩没带回来 心大的她以为小孩会自己找回来 结果没想到是民警送回来的 stored在家里的宣众